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客场不敌快船 胡仁的四连胜遭到了终结 和连胜一同被终结的 还有胡仁进入西部前六的主动拳 只要接下来勇士和快船保持两战全胜 胡仁即便是全胜 他们也只能排在西部第七的位置 胡仁想要进入西部前六 在他们自己剩余两场全胜的前提下 胡仁需要指望快船全败 或是勇士至少输一场 这确实有些困难 不过对于胡仁而言 能够从西部第十三一路 追到西部第七的位置 这本身就已经是成功了 输给快船 实际上胡仁没必要为这场失利太过于纠结 毕竟他们赛程紧密 比起快船 胡仁这段时间确实太过于劳累了 另外 胡仁也一度证明了 他们是可以打出防守强度 追上分叉的 只不过还是因为体能问题 胡仁无法长时间保证防守强度 而快船又抓住了大部分胡仁漏给他们的机会 输掉这场焦点战 胡仁没必要太在意 只要接下来调整好状态 胡仁依旧有机会闯进季后赛 并且制造一些混乱 不过 话说回来 比起输球 这场最让胡仁球迷失望的 是他们的核心后卫拉塞尔的表现 胡仁四天三赛 拉塞尔可没有那么大的强度 他对阵火箭就打了半场 上一场对阵爵士更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 拉塞尔实际上和快船差不多 也算是一代劳 体能充足 当胡仁其他球员体能达到极限的时候 球迷们期待着拉塞尔可以站出来 承担第三核心的职责 打出高效的表现 在胡仁困难的时候 打出应有的表现 这不仅仅是为了胡仁的排名 同时也是为他自己的合同 本赛季 拉塞尔进入了合同年 根据报道 在进入自由球员市场之前 拉塞尔有资格和胡仁 签下一份两年675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然而 现在来看 拉塞尔的表现 不值得这份合同 轮休了一场之后 拉塞尔的表现 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 尽管他出战了40分钟 但是他投篮只有13中6的效率 三分只有6中2 他个人只拿到了15分 三篮板7助攻 表现非常平庸 更致命的是 在胡仁队内 拉塞尔表现的似乎不像是 他是第三核心 反而李福斯的存在感比他更强 当拉塞尔拿球之后 他不管是个人持球单打 还是借助挡拆进攻 拉塞尔给人的感觉都是侵略性不足 创造不出什么好机会 反而是李福斯拿球之后 他总是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制造杀伤 从侵略性和存在感的角度来讲 拉塞尔确实不如李福斯 拉塞尔不仅没有打出第三核心应有的表现 他也没有达到胡仁对于第三核心的出勤率要求 要知道詹姆斯年龄增大 伤病增多 农眉本身就有伤病隐患 他的出勤率也一直是个问题 胡仁要找的第三核心 至少在出勤率方面得有保障 结果本赛季加盟胡仁之后 拉塞尔先后因为脚踝伤势和臀部酸痛的问题 缺席了一大半的常规赛 他的出勤率不足60% 长时间都无法出现在球场之上 这是最让人头疼的 出不了场 即便出场也打不出球迷们预期的表现 有关于拉塞尔和胡仁续约的问题 成了球迷们讨论的焦点 特别是在输球之后 更多人认为 胡仁不应该给拉塞尔大合同 他的价值大概就在2500万至3000万之间 多了就不合适 也有不少人认为 胡仁应该在休赛期去追求欧文 至少从能力方面来看 欧文强了拉塞尔不止一个档次 实话实说 欧文唯一的问题 就是他场外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点 拉塞尔比他值得信任 但是抛开这个问题 光是从能力角度来看 欧文是顶心球员 拉塞尔和他不是一个档次的 拉塞尔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更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首发级别球员 他距离独当一面的球星 还有差距 特别是当球队进攻出现问题 需要拉塞尔站出来用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拉塞尔做不到这一点 话虽然难听 但事实确实如此 当胡仁陷入困境 浓眉拿球不被包夹 他可以强打 制造杀伤 詹姆斯也可以利用突破创造进攻的空间 而拉塞尔一旦投不进那些有干扰的三分 他的效率就会大幅度下跌 关于胡仁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主场战胜了绝金之后 太阳迎来了一波九连胜 对于太阳这支质在争夺总冠军的球队来讲 能够在常规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迎来核心球员的回归 并且全队打出良好的表现 以连胜的姿态强势终结常规赛 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拿下了绝金之后 太阳目前西部第四的位置非常牢固 他们距离第三的国王差了三个胜场 他们领先第五的快船同样达到了3.0个胜场 在常规赛只剩下最后两场的情况下 太阳已经锁定了西部第四 能够提前锁定西部第四的席位 这让太阳有机会提前让主力核心得到休息的机会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场课场面对胡人 太阳基本会轮休杜兰特等核心球员 后者在对阵绝金的时候 打了超过40分钟的时间 赢球自然是好事 但是对于这场胜利 太阳球迷开心不起来 他们在面对主力全部缺席的绝金时 表现不能用出色来形容 当绝金决定让他们的首发五人组全部都轮休之后 全员出战的太阳被认为会很轻松击败对手 然而 他们却被绝金拖到了最后时刻 并且差点在主场阴沟翻船 太阳这场暴露出的最大问题 就是前场的防守问题 包括封线和内线的防守 太阳都很疲软 绝金这边不管是后卫还是前场球员 他们在太阳的内线予取于球 太阳的篮板处于劣势 内线得分落后 这只太阳尽管在杜兰特加盟之后 被看作是西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队之一 但是实话实说 这只太阳依旧有着一些非常严重 且目前看起来很难解决的短板 其中 封线的防守是太阳最薄弱的环节 这也让杜兰特承担了更多的压力 在过去的休赛期 杜兰特明确向篮网管理层提出了交易请求 太阳是他下架的第一选择 双方耗了大半个赛季之后 由于欧文问题的爆发 杜兰特最终得偿所愿 被交易送来了太阳 尽管杜兰特看起来更加接近总冠军了 但是他无疑也再一次背上了骂名 承担了巨大压力 这是杜兰特又一次在失败之后 加盟总决赛球队 虽然太阳不像当年 73胜的勇士那般出色 不过他们也保留了21年 闯入总决赛的班底 杜兰特申请交易 并且把太阳列为下架首选的操作 再度让他被贴上了软淡的标签 对于杜兰特而言 他已经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 试想一下 如果太阳没能夺冠 在季后赛被淘汰出局 那么杜兰特会面临怎样的冷嘲热讽 他会被群众如何看待 很容易能够想象得到 除了杜兰特的死中球迷之外 其余的球迷就算不落井下石 也会对杜兰特的种种选择感到无奈吧 杜兰特唯一要做的 也是他唯一的出路 就是夺冠 并且拿到FMVP奖杯 只有冠军才能让质疑者们稍稍闭嘴 不过 目前看起来 太阳想要夺冠 难度不小 杜兰特身上承担的压力很大 这不单单是心理层面的压力 还有身体方面的 首先 太阳换来杜兰特 他们送走了布里奇斯和约翰逊 这两人可以说是 之前太阳阵中锋线防守方面的 一二把手了 特别是布里奇斯 他可是最佳防守 阵容级别的防守者 布里奇斯不单单对太阳风险防守影响巨大 他的补防 协防还为保罗 布克减轻了压力 为艾顿的内线防守减轻了负担 如今 这些工作 基本都落到了杜兰特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他不仅要兼顾进攻 他还要包揽一大部分的前场防守任务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内线的防守 说难停点 战胜绝金这场 如果没有保罗回光反照一般 三分十二中期 太阳甚至会在主场耻辱性的输给权力 全部轮休的绝金 这对太阳绝对是个巨大的打击 打手发全部缺席的绝金 太阳让杜兰特打了41分钟 布克和保罗都长时间出战 才战胜对手 从这一点来讲 太阳的争冠之旅 就有很大的隐患 再加上 太阳替补 可以说是争冠球队当中 最弱的那一档 他们几乎要长时间靠着主力 去撑起球队的基本盘 这对于主力的体能要求更大了 而杜兰特别无选择 就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我会不及时 我会到这一档子 那我会有什么事